前两集中我们讲述了周五王伐咒的事迹 五王在十一年二月甲子日克商 又派军讨平了中原地区不肯归顺的诸侯方国 于四月返回浩京举行献服仪式 史记风扇书记载 五王克因二年天下为您而崩 淮南紫耀略则说 五王誓师目也已见天子之位历三年而崩 经文上书金藤云 继克商二年王有吉福玉 这是说五王在克商后的第二年患病 史记记载的五王克因二年天下为您而崩 或以此为依据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金藤则说 五王患病在继克因三年 比传世本金藤的记载要晚一年 总之五王克商后的统治较为短暂 至多三年 在此期间五王对先代之后 以及宗亲功臣进行了分封 在受封的先代之后中又有所谓的三克 左传杜柱云 周得天下封下因二王后 又封顺后为之克 并二王后为三国 齐礼转将 侍晋而已 故约三克 这是说周五王分封下因两代王族后裔 加上顺帝后裔共三国 合称三克 克有恭敬的含义 又可写作克 引申为以克里相待 三克中的顺后是陈国 下后是启国 至于因后 最初是指寿封殷义的帝心之子武庚 后来武庚作乱遭到逃灭 周公又命帝心束兄威子启代因后 按照吕氏春秋里记及其著文的相关记载 威子启在武王克商后不久就受封于宋 等到周公逃灭武庚 威子启又得以代为因之后 奉其先祀 宋国从此成为三克之一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宋成功路过郑国 郑文公设宴款待 向大臣黄武子询问礼仪 黄武子说 宋先代之后也 于周为客 天子有事繁烟 有丧拜烟 丰厚可也 意思是 宋国是前朝后裔 在周朝是客人 天子祭祀宗庙 要把鸡肉分给宋国 有了丧事 宋公前去吊宴 天子还要打败 所以说 用丰厚的礼价款待宋公 是可行的 郑文公听了这话 就以厚礼款待了宋成功 陈国位列三克 也鉴于左传 左传相公25年记载 郑国讨伐陈国取得胜利 郑卿子产 向诸侯盟主晋国告捷 陈述陈国的罪状 为了说明陈国忘恩负义 子产特意追溯了 西周初年陈国授封的缘由 西于厄府为周陶正 以服侍我先王 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 与其神明之后也 拥以元与太极配胡宫 而封诸臣以备三克 则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世赖 意思是 从前于厄府担任周的陶正 服侍我们先王 我们先王依靠他主持制造器皿用具 又考虑到他是神明之后 于是就把太极嫁给胡宫 封胡宫于臣充当三克 所以说陈国也出自我们周王室 延续至今是仰赖周的恩德 在子产这类基信贵族看来 陈国成为三克之一 得益于周王室的恩惠 起国也是如此 国语周语中有陈国之福 源自太极 启国之福源自太四的说法 太四是周五王之母 出自四姓申国与启国同姓 至于为何是启国 而不是申国列入三克 部分学者推测 启国地位特殊 不同于其他四姓诸侯 大代礼记记载 成汤放夷下节 散亡其左 乃迁四姓于启 殷须甲骨中 也有关于启侯的补词 如果二者相关 那么商泰的启国 应该是夏后宗室的 主之后裔 周五王在克商后 册封启东楼宫 把启国列入三克 或许也是因为 启国原本就奉夏后世次 最能代表夏后移民 启国最初位于雍秋 及今天的河南起县 到了西州晚期 启国不堪邻国侵扰 向东迁徙到山东新泰附近 故都雍秋被宋国占据 东迁后的启国 风俗逐渐趋于东夷 进入春秋时期 启国依附鲁国 其君主会定期前往鲁国朝拜 然而鲁国对启国使用仪礼 非常鄙视 经常以此为借口 斥责启国不敬 加以攻伐 后来启国通过婚姻外交 把公主嫁给晋道公 成功抱上了晋国的大腿 晋道公去世后 他的儿子晋平公 想为母亲家做点时事 于是就发动诸侯 为启国修筑城墙 这引起了一些 激姓诸侯贵族的不满 正清游极抱怨道 晋国不恤周宗之缺 而下义是平 其弃诸姬亦可知也矣 诸姬是弃 其谁归之 意思是 晋国不体谅周氏同宗的疾苦 反而去保护下朝一鸣 他会抛弃激姓诸侯 也就可想而知了 抛弃了激姓诸侯 还有谁会去归附他 后来晋平公又派遣司马女奇 出使鲁国 命令鲁湘公退还 从启国侵占的土地 鲁湘公很不情愿 只归还了一部分土地 就打发女奇走人 晋平公的母亲指责女奇 办事不力 平公于是 打算让女奇再去一趟鲁国 女奇表示抗议 说启国不过是下朝移民 而鲁国是周公的后代 即使让鲁国把启国吞并了 也没啥不行的 鲁国对晋国朝贡不绝 极其公顺 何必要为了启国 去损害鲁国的利益 晋平公听了 姑且作罢 从以上势力可以看出 宋 臣 启三国 虽然同为三克 但实际受到的待遇 却并不相同 李希盟在西州春秋时期的 克里研究一文中指出 周人以小邦取代大邦 克商后又有五更叛乱 因此对殷商后裔十分忌惮 采取了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手段 周王是对宋国代以克里 尊崇备至 其目的在于笼络人心 简言之 殷商后裔人口众多 反抗能力最强 所以宋国在三克之中最受重视 到了春秋时期 宋国纵然不如敬 楚 其 秦 但他自身的体量与实力 也不至于被其他诸侯轻视 于周为克的尊荣 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维持 反观陈启两国 虽然号称于夏之后 但毕竟年代久远 宗族衰位 他们之所以能积身三克 更多的是凭借与周王氏的 殷亲关系 以及 新灭国 纪爵士的舆论宣传 到了周王氏衰落 无力控制诸侯时 陈启两国的三克地位 在其他诸侯眼中 也就一文不值了 以上是左传中 有关三克的大致内容 除此之外 吕氏春秋 李记 史记等文献 还另外记载了 周武王册封其他 先代之后的事迹 不过 这些记载非常混乱 例如吕氏春秋记载 皇帝后裔受封于柱 李记作封于记 史记作封于柱 又如吕氏春秋记载 姚帝后裔受封于梨 李记作封于柱 史记作封于记 不仅如此 史记中还多出一条 封神农之后于交 这是吕氏春秋和李记 都未曾提及的 周书灿等学者指出 左传中有关三克的记载 最接近西周初年 分封先代之后的史实 至于吕氏春秋 李记 史记另外收入的 神农 皇帝 姚帝后裔受封之事 当属战国道西汉初年 古史传说衍生的产物 传说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流传过程中 又不乏讹变 附会 各书因此说法不一 相互矛盾 当然 即使不去追溯那些 混乱的元祖传说 交 筑 黎记等国也确实存在 其中 交国有两个 一个是左传明确记载的 基信国 位于河南三门峡市 陕州区 这个交国在西周末年 被冬迁的西国吞并 另一个交国 位于安徽伯州 通常被认为 是史记所说的 神农市之后 筑国位于山东 宁阳 肥城之间 相关青铜记 有祝公府 一些文献 以祝 祝二字 一声之转 认为 祝国 即祝国 也有文献认为 祝国 位于祝科 及今天的济南市 长青区 与祝国 并非一国 离国 位于山西 长治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已经讲述了 西伯 勘离的相关内容 商代的离国 被州军讨灭后 州人又在其故地 另封了一个离国 李学琴等学者 通过研究西州 离侯墓葬出土 青铜器的名文 认为 州人分封的这个离国 是姬姓 并非 吕氏春秋所说的 姚帝后裔 祭国 位于北京地区 李记说 他是州武王 分封的皇帝后裔 史记则说 他是姚帝后裔 实际上 祭国更可能 是经文中的姬国 北京 卢沟桥 琉璃河等地 都出土过 带有姬 姬侯明文的青铜器 部分学者认为 北京地区的姬国 或许是 商朝灭亡后 殷商贵族姬子 及其宗族 北迁的产物 上一集中 我们已经讲过 武王克 商后 派遣少公 释放了 被地心囚禁的姬子 尚书大传说 姬子获释后 不忍 商之王 走之朝鲜 尚书续则说 武王把姬子 带回了周土 陕西奇山 凤厨村遗址 出土编号为 H31-2的甲骨 补辞云 唯一姬子来详 其直记 绝始在谋 一阴二字 古阴相通 在周原甲骨 补辞和西周经文中 克阴写作克一 阴王写作一王 此处的一姬子 及阴姬子 部分学者 以这则补辞为依据 认为姬子获释后 并没有立刻出走 而是归降周武王 并且如尚书续所说的那样 跟随武王返回周土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武王向姬子 询问殷商父王的原因 姬子不忍心说殷商的坏话 于是就以存亡国的道理相告 武王感到惭愧 改问天道 天道即大道 按照传统说法 姬子向武王臣述的治国大道 被收录在上书的红范篇中 红即大 范即法 红范即大法 在红范的开头 姬子声称 这套治国大法源自上帝 还说 从前大禹正式接受了上帝的红范九筹 才定下了治国的常理 李学勤指出 红范开头这段关于大禹的内容 与西州青铜器 兵宫许名文中的 天命与夫妥有所联系 红范的 天子做明父母 以为天下王这句 更是与兵宫许名文中的 成父母 生我王相吻合 求西归 在兵宫许名文考试译文中 列举了多条名文证据 例证红范 并非近代学者所怀疑的晚初之作 求西归指出 兵宫许名文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 需要以红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 这说明 在铸造词语的年代 红范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经典了 由此看来 红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以基本写定 求西归同时指出 并不能保证红范中 与兵宫许名文无关的部分 一定没有后世添加的东西 总之 关于红范成书 以及它是否真的由姬子传授 等一系列问题 还有带新的考古证据来解决 红范的内容分为九个部分 分别是 五行 五试 八证 五纪 黄级 三德 姬仪 数征 五伏六级 刘启瑜在红范成书年代考译文中指出 红范的中心思想 是在唯新主义神学世界观的指导下 宣扬一套源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 强调按照余地其训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准则 以保障天子作名父母 以为天下王 这就是红范九筹中的第五筹 黄级 黄级是红范全文的核心 九筹中的精髓 红范强调 君主要注意五事 也就是冒 言 试 听 思 以引起修征而避免旧征 君主向上请示神意的手段是补试 向下统治臣民的手段是三德 即正直 刚克 柔克 具体运用时 要陈浅刚克 高明 柔克 除此之外 还需行赏罚 以展现五伏六级 红范的思想流传到战国时期 被儒家 墨家 法家 阴阳家等学派各取所需 自行阐释发挥 到了汉代 汉儒又作红范五行传进行诠释 并参以称为天人感应之说 进一步改造红范中的理念 使之更加贴合统治者的需要 据史记记载 姬子传授红范之后 周五王就允许他离开周土 封之于朝鲜 实际上 姬氏宗祖北迁 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西周初年 姬子的封国大致位于北京附近 到了周成王时期 少公氏之子受封于燕 姬国又和燕国往来密切 北京地区出土的 西周早期青铜器 亚和与方鼎 其名文有燕猴赏赐姬氏族人的内容 与此同时 姬国的统治中心前往辽西 与孤竹国交好 两国的青铜器 都出土于辽宁喀佐地区 到了战国时期 姬国迁往辽东 最终因为燕国的不断东扩 而被迫转移到朝鲜半岛 回到正体 周武王在分封诸侯时 为了压制原殷商王姬地区的殷商旧组 进行了一系列布置 地心之子武庚 虽然授封殷役 但权力有限 据益州书记载 周武王在克商之初 就把三帝管书仙留在殷商王姬 令他辅佐武庚 后来武王又增派了另外两位胞弟 蔡书渡和霍书楚 设置三间对殷民进行监督 武王还对殷商王姬实施拆分 把最南端濒临黄河的地区 分给司寇苏分生建立温国 这个苏分生出自己信有苏氏 他在武王克商时归附周人 被任命为司寇和苏分生一同受封的 还有谭博达 他的封国位于温国以西 温潭两国恶控着从蒙京渡口 前往殷商王姬的交通要道 在他们的北面 武王又分封了两位树弟 建立原雍二国恶控太行山南路的爱口 殷商王姬剩下的部分 又被分为三块 分别是北部的背 南部的雍 以及中间的背 汉书地理之云 背以封柱子武庚 雍管书引之 魏菜书引之 包含阴翼在内的背 是武庚的封国 雍和魏分别由管书菜书治理 当然这两地 只是他们监管英明时的柱地 并非封国 管书的封国在管 也就是如今的郑州市管城区 菜书的封国在菜 传统说法认为即河南封菜 杨宽等学者主张 菜书最初的封国实际上是郑州北部的寨 与管书的封国相邻 寨菜二字古音相通 后来周公平定管菜之乱 流放菜书 寨地成为周公少子的封国 菜书之子则被改封到封菜 前面已经提到过 除了管书菜书以外 参与监督英明的还有霍书 一些文献说 他是菜书的副手 也有文献指出 他留在武庚身边 兼职于内 以定期复兴 霍书的封国原本位于霍阳 及河南汝州 周公东征后 霍国又被改封到山西霍州 除了对原鹰商王姬地区 实施拆分监管以外 周武王还把几位胞弟树弟 分封在曹 告 城等地 又封太公于盈丘建立齐国 部分学者认为 这是周人沿着脊水 向东方拓展势力的表现 周武王的这类分封 并非后来周承王时代 寿民寿疆土式的分封 而更像是建立军事据点 其目的在于迅速控制战略要地 据史记记载 太公刚刚抵达盈丘时 就遭到了来疑的进攻 不过太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齐国因此得以在东途初步立足 为了稳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周武王又计划建都于洛 关于这些内容 我们将在下集讲述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